- 東京走的橋,我是鮑伯,我是偉恩,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五個在東京具有夏亭風情的地區 夏亭原先在地形上是指低洼地區,在人文上則是指保有傳統江戶文化的感覺 那現在則販子富有昭和氣息風味的地方 我們現在到了柴佑站 我們帶大家來看看這個有歷史風情的地式天餐道吧 這兩旁的餐道販賣了一些看起來很傳統的日式點心 而且這整條道路看起來還蠻復古的風情 餐道走到底就是柴佑地式天了 柴佑地式天建造於1629年 然後它是因為一部電影叫做男人真命古而出名的 這神沙就是比前少士人少了很多 它漸轉蠻漂亮,所以我覺得蠻適合來逛逛的喔 帶大家來逛逛古根千地區 這邊就是古中銀座商店街 古中銀座商店街算短短,但兩旁聚集很多小吃店 那我們推薦一家叫做漸針堂的沖繩咖啡廳 然後還有柴佑的名店,Suzuki 武根千這周遭還蠻大的,所以還蠻適合 就是在那邊悠閒散步做一日遊 我們現在到了上野櫻木阿塔利 它是一個小小的區域,然後裡面集合了蠻多有趣的店家 我們現在走到了更津這一帶 我們現在走到了更津這一帶 我們拍攝的時間呢,看到是五月份 然後更津神社這邊呢,有開了很多漂亮的花 現在到了中央區的Tsukuda地區 那Tsukuda這個地方有個蠻有趣的歷史 就在1590年的時候,有33個漁服從大阪搬來這邊 他們將這裡的沙洲擴地主導,然後就居住在這裡 這區有保留一些二次大戰留下來的建築 也因為這樣懷舊的風情,讓不少的小說、電影或是電視劇都取材在這邊 來囉 現在大家去看一下電天台地藏尊在這個很小的巷子 沒想到啊,在這麼小的巷子裡 竟然有一間歷史悠久的小的寺廟間 還有一棵非常大的古墓 此刻大家的店主還是相當有名的 我後面這家天安開設於西元1837年 那麼接下來帶大家去看一下駐籍神社 佛達那一區比較沒有餐廳啊 如果想吃飯的話 可以從佛達這邊大概走10到15分鐘 可以到月島這邊吃庶民美食 文字燒 文字燒 有的時候沒有餐廳 接下來的下庭區 要帶大家從門前重庭一路散步到身穿 我們就從門前重庭開始吧 在這麼下庭風情地方也只能一家文青咖啡店 那因為寺廟建築啊 通常也有蠻悠久的歷史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還是不喜歡 這邊逛逛深川不動臺以及富剛八番宮 這套遊餅商店家 因為歷史也蠻優秀的 所以有賣一些復古的東西喔 那我們現在一路要從門前重頂 散步到清晨百合的深川 我們散步到深川的路上 可以經過排聚詩人 中緯芭蕉的散步道路喔 我們現在散步到了深川資料兜裡 那在這條商店街上面有真的很多 夏挺風情的店家喔 推薦大家來這邊的時候可以吃一下 很傳統的深川虎飯 深川江戶資料館這邊也有重建 當初江戶資料的夏挺風情 前草又濃濃的夏挺風味喔 傳法院通這邊的建築有保持 那種昭和夏挺風味喔 另外在傳法院通旁邊的 Hobby通這條街啊 它也是以那種居酒屋為主 然後看大家坐在旁邊那種在外面吃的感覺 就還蠻food的 晚上這個淺草事前的餐到啊 它都會有點燈水 看起來特別浪漫 其實我們還蠻喜歡 就是晚上在淺草這邊散步 疲了一下這種沒有人悠閒散步的感覺 以上就是五個 在東京富有夏頂風情的景點啦 我是鮑伯 我是文 大家下次見 拜拜 拜拜